存在于时间之前的远古巨兽从地底苏醒 准备毁灭人类,掌管世界,重启地球 大家好,我是妙阿屋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2011年的科幻电影《地底异兽》 这部片子出产于2012年《玛雅遇言前》那个盛产末日电影的时代 电影开始,两个黑衣人在一座休眠火山上测量着什么 屏幕显示的地底温度急剧升高 然后周围开始剃动山摇 不断有争气从地底喷涌而出 倒霉的女黑衣人当场被喷死 男黑衣人见状不妙 拎起一旁笨重的黑箱子死命狂奔 可跑着跑着,却被碎雷的巨石砸扁 终究是没能活着走出这座山了 而黑衣人死命相护的黑箱子也跌落到了悬崖边 再来看看这次的男主 他曾是个军人,退役后组了个伐木队 此时的他正带着自己的工人们在这座山上砍树 可手下大胡子却被因地震而倒下的断幕砸伤了腿 原本这也不是多大的事,送医院就好了嘛 可就在大家把他抬上车时发现 大胡子已经没气了 这是什么情况,男主懵了 一眨眼的功夫,工伤变成了殉职 这,贪上大事了 他一回到山脚下的小镇就立马报了警 不过,大胡子是否因工伤死亡还需要等待尸检结果 男主郁闷地回到家,却发现墙上被贴满了各种纸条 搞得跟破案似的 这都是他那神神叨叨的教授父亲干的 自从父亲得了精神病,整个人都精神多了 父亲告诉他,新闻上报道 世界各地同时出现了不少自然灾害现象 什么冰川倒塌,飓风死虐,地震不断的 我觉得这是个大雄兆啊 玛雅文明的末日预言将要提前到来 男主无奈地举着药瓶告诉父亲 你需要吃药,你不需要雄兆,OK? 父亲气得转身就走 此时男主的亲妹妹正好下楼 收拾东西,准备和男友去山上露营 这明显是要倒大霉的节奏 父亲劝妹妹,快末日了别乱跑 妹妹见父亲一副变高光的模样 十分难过地出了门 然后,头也不回地和男友去约会了 真是一件漏风的小面袜啊 父亲只能跑去提醒警官 神话里那些毁天灭地的大怪兽 就要出来消灭人类了 警官听后很无语 行吧,我马上通招他们 让他来打怪兽 父亲知道自己又被当成了疯子 只能无奈地默默离开 他郁闷地来到一家餐馆 餐馆老板娘倒是很耐心地 倾听了他的末日观点 父亲告诉他 玛雅人认为 什么洪水瘟疫疾病饥荒 都是为了保持地球的平衡 是世界的自我保护 每种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 就会对地球造成破坏 那么,一种存在于 时间之前的大怪兽 就会从沉睡中苏醒 毁灭文明,掌管世界 让地球重新恢复出场设置 老板娘虽然不信这些风言风语 但无所谓啊 顾客就是上帝 只要你每天来我餐馆做上帝 你说啥我都愿意听啊 再介绍一下女主 她是男主的前女友 同时也是个地质研究员 在测量到地震波后 她严重怀疑 父亲那座休眠火山即将苏醒 于是她立马赶去山上实地查看 发现地上有不少的松鼠尸体 她预感大事不妙 慌忙收拾东西准备下山 而与此同时 男主也带着警官来到了案发现场 将员工出事的经过描述了一遍 这时随行的金猫躺在了地上 一副音音一息的样子 就在两人不明所以 不知该如何示好时 女主正好路过 大叫着冲过来 让他俩赶紧包起金猫 并解释了来龙去脉 原来是地底的二氧化碳 泄露到了地面 聚集在地表50公分以下 导致生物毫无知觉的窒息而死 女主说这种现象 这是火山即将喷发的前兆啊 但警官却不以为然 因为这火山千百年来 时不时的扎实 却从没俘获过 他相信这次也不过是 雷尘大鱼点小罢了 另一边 开篇惨死的那两个黑人的上司 因为联系不到手下 只能亲自上山找人了 但刚开进山里不久 便碰到了一个小地震 地底忽然冒出一条石带 观言向上拦住了他的去路 无奈他来到小镇 利用自己的关系网 找到了已经回到小镇的男主帮忙 让男主当向导带自己进山 真是找对人了 男主对各种上山路线 那是了无知证啊 很快就带着上司 找到了手下扎住的营地 然而却只看到了女黑衣人的尸体 并没有找到那个重要的黑箱子 画面一转来到了女主这儿 他被警官怼了后 心里十分不服气 于是便留在了山上继续勘测 想要寻找火山即将爆发的其他证据 就在这时 他却接到了同事的电话 得知全球其他地方 也同时爆发了各种可怕的自然灾害 他想要仔细问一下 电话就忽然没了信号 大地开始震动 身后的岩壁砰了一下 从内向外炸裂开来 女主下的一路狂奔 正巧遇上了男主他们 他当即向两人描述了问题的严重性 并要他们和自己一起去小镇 疏散当地的居民 但上司却掏出了一个定位器 说道 我有一个十分成熟的小建议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你们帮我带路 按照这上面的定位 找到一个黑箱子 可比疏散居民重要得多 我们信 一个大透鬼 箱子里有什么 上司命路难测 这个 重大机密不能说 那就拜拜了您妹 单主看了眼定位器 安慰道 那地方离这儿还挺近的 也就1.6公里吧 不过一般去时刻死九个 所以被冠仪的死亡之谷的称号 祝你好运哦 说完就带着女主下山了 不过等他们找到警官 天都已经黑了 女主费了一番口舌 上到天文下至地理的 给警官百事实讲道理 狠狠地刻铺了一通 总算说中警官 却和上头报告 火山即将喷发的消息 申请执行疏散计划 与此同时 正在山上陆林的妹妹 被男友求婚了 男友单膝跪地 郑重发誓 今生今世 爱妮至死不渝 虽然说完这话 天上没有雷劈下来 但一旁的岩壁却忽然裂开 冒出一只硕大的眼珠 来好奇地围观她俩 至死不渝是吧 来考验考验你 接着怪物就伸出一只 长长的助手拍向他俩 把他们吓得拔腿就跑 但这两人也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居然一晚上 都没有找到顺利下山的路 而山脚的小镇上 警官一大早就召集了大伙 宣布了撤离计划 男主本想带着家人一起逃离 却得知妹妹 居然去山上物营还没回来 那能怎么办 自然得杀回去救人啊 这样剧情长度 不就可以水出来了吗 不过比起妹妹 两个主角倒是先在山上 找到了在哪里跌倒 就在哪里躺下的上司 他脚受了伤 估摸只靠自己的力量 也找不到那个黑箱子了 于是把来龙去脉全盘拖出 原来他隶属于政府部门 六个月前 他们同时检测到八个 分布在世界各地的 古怪磁声波 并且根据因素推测 全都来自于地底深处 他们研究了大量资料 发现世界每隔1.5万年 就会被来自地底的巨兽毁灭一次 而声音最强的点 就来源于这座山下 这也是他来到这里的原因了 所以这种关乎人类生死从亡的大事 你们派了整整三个人过来是吗 那人类要真灭亡了 我也不会觉得奇怪了 反正这事连怪兽都听不下去了 这是看不起谁呢 于是起得伸出一根巨型出手 从天而降 一巴掌派的上司口吐鲜血 只留了最后一口气交代一言 上司颤颤巍巍的帝国定位器 告诉男女主 黑箱子里放的 正是能消灭这怪物的武器 拯救世界的任务就便宜你们了 说完后当场去世了 看看看看 这就是一个活偷偷的工具人呢 再说说另一遍 男主爸跑去餐馆 喊老板娘赶紧跑路 但老板娘的第一反应 却是先去收拾家挡 结果大地剧烈晃动 地面随之开裂 整个餐馆沉入了地下 两人也被困在了餐馆里 更恐怖的是 怪物粗壮的触手 正在窗外缓缓划过 看得人毛骨悚然 碎裂的玻璃处 还有怪物呼吸出来的二氧化碳 不断渗进来 如果不尽快逃出去 就会窒息而死 虽然两人用胶带封住了裂痕 但毕竟不是长久之急 而这个时候 男女主终于找到了悬崖边的黑箱子 为了捡回这个箱子 男主差点没命 但我们也知道 没打死怪物之前 任何危险都是指导骨 所以这中间的曲折 我就不细说了 哦对了 男主还有一个坐近妹妹要救 此时的妹妹和男友 走在一个大坑边 结果一个地震 两人全都没站稳 双双爬在了深坑边缘 差点掉下去了 锯坑里 杀石不断向中间塌陷 紧接着 巨兽的大脑袋 就从坑中探了出来 男友一个没成柱掉了下去 怪物张嘴接住了他 并吞进了嘴里 迅速帮他完成了 这子不得的诺言 接下来怪物准备吃妹妹了 幸好男主及时赶到 把妹妹救了回来 才逃过一劫 所以 为什么怪物不趁这个时候 乘胜追击 把主角们一锅端了呢 我也不知道 大概导演不让吧 三人跑啊跑 跑到了半山腰 而怪物居然从山顶爬了出来 露出了真面目 看起来特别胡人的样子 怪物还一眼就看到了主角们 伸出触手披露过来 但没打中 不过他立马发起了第二轮攻击 可又没打中 这次还被主角们趁机溜了 唉 要是怪物以这个效率 想毁灭人类掌管世界 那得猴年马月呀 主角们找到了护灵战的直升机 在投走前 男主角呢 此处天时地利人和 是个打怪物当英雄的风水暴地 于是打开了箱子 里面放着的武器 虽然他从没见过 但这并不妨碍他使用 只见男主熟练地组装完了武器 然后直接跋涉请怪物吃炮弹 而这怪物刚出来 也没见过什么失眠 面对突然飞过来的东西 就真傻傻地干了这枚炮弹 然后 自然是原地火花了 放心 走得很快 没有痛苦 亲吧 也不知道我在期待的 这特效的怪物吧 原本以为是个青铜 想不到却是个废铁 是我高估了 不管怎么说 一路走好吧 远天堂没有火箭炮 结局也是皆大欢喜 男主带着女主和妹妹 顺利地飞走了 而父亲和老板娘 也从餐馆的屋顶爬了出来 故事也就这么结束了 看得出来 这电影金费感人 但它却非要生残之间的 拍摄如此烧钱的设定 搞得我都差点分辨不出来 这种把智商按在地上摩擦的剧情 到底是因为金费不够 还是编剧水平不够导致的 看完我发现 应该是两样都不够 好了 就这样 我是一只长年撒狗粮的猫 喵